大家好,又是我坑家人 今次又和你去哪裡找些好東西吃呢? 今次我們找些早餐吃一下 如果你在新旺角廣場,其實也有很多選擇 但如果你吃來吃去都是新城市,南海之旅 不如試試轉一下 今次就和大家看看這間金泉餐廳 這間金泉,傳說是另一間茶餐廳的人 挑吵出來自己攪的 最初見到她的生意很一般 現在好像慢慢上了軌道 是否因為食物和整個process好一點呢? 現在就讓我們來試一下 看看她的早餐行不行? 抵不抵吃? 正不正呢? 今天就是星期六的早上 過到來其實也有很多客人 當然也不會沒有桌子 她的早餐也算多選擇 首先就是兩版 早上7點半 這麼糟糕早已經開了 到了11點 有些甚麼吃呢?最便宜的 牛油多士 那些鑑鴨多士 咦?鑑鴨多士好東西 5.5而已 又還有飲料 還有一些 火腿煎蛋 牛油多士 簡單單就7.5 如果你要湯麵 或者湯通粉 即火腿湯 都是7.5 如果你要這個沙爹 或者雪菜肉絲米粉 就貴少少 7.75 還有這個靚粥 或者芽菜仔 不知道粥是甚麼呢? 她的粥 不知道行不行 今次不試 下次試試 除此之外還有牛腩粉 魚蛋粉 雙軟河之類 最多的 餵起上來價錢是8個多 如果你想吃豪一點的吃個J 沙爹牛肉 米粉 或者雪菜肉絲米粉 你可以轉通粉 甚麼都可以 再加一個火腿雙蛋 配牛油多士 或者鵪鶏 都是10.25 最貴這個 正不正呢? 看看才知道 當然你可以要麥皮 或者要蛋汁 都是8.5 如果想吃一丁 你的餐 你的餐就是10.25元 基本上兩種菜 火腿蛋 餐肉蛋 腸仔蛋 煙肉蛋 或者沙爹 牛蛋 還有多塊多士 每一個餐你可以把牛油多士改口 變成烤多士 就多給一個2.25元 如果想改出前一丁 加個半 我覺得稍為貴一點 加一塊薯餅 就個半 也可以想想 個半 加個美式的香腸兩條 就1.75元 所有早餐就包含咖啡或茶 如果想改俄華田 好立刻加5毫 改為紅豆冰 涼粉冰 加多3元 如果你想吃一些西式少少的選擇 它都有的 例如香煎的燒汁 豬扒 或者雞扒 或者薄牛扒 再配多個雙蛋多士 都是10.25元 當然那塊牛扒你不要想著什麼 你想叫多少成熟 省一點 這些茶餐廳哪裏都會這樣選擇 若不然你就可以 都是要這些豬扒牛扒雞扒 配通粉 或者米粉 再加一塊多士 都是9元 好了看看食物 首先這個就是餐肉通粉加多士 好了看看這個 餐肉通粉 首先看看餐肉有多少 兩大塊 每一塊 都大概1cm厚 所以份量不少 當然要雜豆 通粉 看上來都不是很水 很軟 有條米粉 好了看看第2個 通粉 除了這個午餐肉 你也可以叫火腿 這個就是火腿通粉 這個是不是很方便 為什麼方便 如果你一個叫餐肉 一個叫火腿 大家混合 就上瓶 省一點錢 火腿 比較大塊 就不是說切一半給你的 是整塊的 兩大塊 同樣 這些通粉 都是一樣東西 都是雞湯 都是雜豆 湯比較淡 不是有些忌廉 純粹是雞湯的通粉 好了 接著到這個通粉 這個通粉 剛才跟你說 一個叫餐肉 有一個叫火腿 現在拼了就上拼通粉 這個菜 不算少 都叫做幾多 餐肉 看看樣子 其實也算是厚的 起碼不是燈影 先咬下去試一下 你看看 他們已經幫我咬得 好像骷髏骨頭 那樣 嗯 它不是鹹的那隻 即是說不是便宜的 午餐肉 因為便宜的那隻 比較鹹身的 這一隻 我覺得裡面的 肥豬肉 含量 都是有差不多的 應該是長城牌那類的 好了火腿 火腿應該都沒什麼特別 外面買火腿 通解了一樣 是尺寸的 沒有complain very good shear湯底 很明顯 這個就是 所謂的雞湯底 不是說混了什麼 忌廉湯 因為你看到 相當清澈 雞湯底 OK啦 沒問題 可能是小民生蒸雞湯底 但是 拌在這個通粉上 沒問題 這個通粉跟剛才那些一樣 有些實淨 弄不開 可能乾得太 再不開 吃這些 很清澈的雞湯味 通粉也是沒問題 亦都不會太過 煙韌 不會太過 軟 不會太過 爽 這樣 質感就是正常 正常茶餐廳的通粉 如果你之前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我通常那些多士怎麼吃 多士呢 它有牛油的 還要再加這些糖 下多了不要緊 因為我們要拌走它 最緊要夠民族的 下完糖之後 拌一拌 再蓋上它 然後這個多士就很好吃 你真是試一下 這些東西吃的方法 我小時候 媽媽教我的 可能因為 窮 所以這樣吃 味道 真是正很多 接下來要介紹這個 就是牛筋腩的河粉 看起來 都幾次在竹譜吃的 我講香港的麵譜 這個就是牛筋腩河 河粉 為何整塊 還沒散 自己撩散 但是都是新鮮的河粉 挺漂亮的 牛筋腩也挺多的 1 2 3 4 5 6 5塊 6塊 都叫做 但是這些都薄薄的 它是小小的 還有兩塊筋 兩塊筋看起來 都很軟 很漂亮 試一下這個 有些筋生菜 都是用腩汁 有些蔥花 都是挺正常的 試一下這個牛筋腩 河粉 看河粉 其實 都好似我們以前 在香港竹譜吃的河粉 都是新鮮河粉 挺漂亮的 都是優生的 不是很粗糙的 看起來都是滑的 不是比較粗糙的 那種就肯定好吃一點 剛才也是這樣說 那些河粉 在湯碗的時候 好像這些 沾一大塊的 就沒有弄散的 所以 它下的時候 是應該先撩散的 它就沒有做到 所以 很多東西 都黏了 你自己在碗裡 就要弄散 不然一塊粉 吃起來就不太好 看看牛腩 牛腩 牛腩相當之軟 你看看 鱈兩腩 鱈兩腩就散了 它有比較薄 不會是很大塊 厚身的那種 可能是牛筋腩 是不是牛腔腩 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你看看 肉 撩下就飛了出來 所以肯定軟 不用軟那麼多 筋方面 樣子也是相當漂亮的 都是比較軟 一刺就對了 真的好滑 所以 這個牛筋腩 看起來感覺 不錯 試一試 相當之入味 味道 真的不錯 就算它旁邊 這些 薄膜 都相當滑 軟 不會是很硬的 因為有一些牛腩 它做了這些薄的筋 都是很硬的 要撈出來的 這個就不是了 很薄 我想它真的是 撇過 所以很薄薄的吃 究竟硬不硬 試一試 就知道 嘩 走的 走來走去 這個牛腩 很薄的 很薄的 薄薄的 真的 它又 不會很硬 一夜就 熬爛了 你看 這麼快已經 快斷了 所以這個牛腩 OK的 嘗嘗牛筋 不如 看看牛筋 嘩 好滑 嗯 好軟 好軟 好像吃啫喱 味道也不錯 所以整碗裡面有兩塊牛筋 這些真是精華 當然有包了一些生菜 我覺得牛腩麵 牛腩河 加這些生菜 相當之好吃 因為生菜薄薄的 辣著那些汁吃下去 好正 嗯 牛腩汁也很足夠的 也有一些 花椒八角的味道 吃到 又不會很濃烈 我那份 沒問題 都是相當之滑的 所以這個牛筋腩河 我覺得 都比其他地方OK的 好過其他地方 這次來講這個好吃的 沙啤牛肉 好了 最好一樣要介紹 就是這個沙啤牛肉 的通粉 再加這個 暗簾 最貴這東西的了 值不值得 好 好了 這個就是沙啤牛肉通粉 沙啤牛肉通粉 給我感覺 它的牛肉 有一點泛紅色 那是否有什麼處理過呢 顏色來講 就不是跟我們平時 見開啡一點 比較紅一點的 醬汁方面 炸爹汁都 接受 可以多了 通粉 通粉也是跟剛才那些一樣 沒什麼分別了 應該我覺得這個湯底 都是同一個湯杯 視乎它是轉了一些牛肉 牛肉的份量 碎濕濕的 都算OK多 起碼它碎的時候 或者 沒那麼大塊的時候 吃起來就不會一次一塊 可以分開一點來吃 其實你看看 底也有的 不知道味道如何 好了 試一下這個通粉 沙啤牛肉通粉 首先 試一下這個通粉 通粉 我最不喜歡 那些主料都軟了 這些就不像是很軟 我覺得 也不是生的 所以這個 程度就比較適中 嗯 真的不錯 起碼 又不可以說彈牙 但是就不會黏牙 因為如果生小 就比較黏牙 它就比較好的 那你說它的溫度 是不是很熱呢 它又不是說十分十分熱的 看回那些牛肉 那些牛肉 真的泛紅色一點 不知為什麼 好 先看看 那些牛肉 我覺得牛肉 比較嫩 也挺滑的 可能處理過了 吃下去就 好像滑 滑 那樣的 味道 就不是說很重的 沙啤味 那個 花生味 都不重的 但是是有味 所以這一個 的沙啤牛肉麵 就跟牛肉麵 差不多 沙啤就一點點 湯都是 都是雞湯的那樣的味 沙啤味 就不是那麼濃烈的 但是很明顯 跟普通的 雞湯 多了少少的味道 不是很突出的 那這餐除了這個沙啤的通粉之外 還有一個鵪裂 這個鵪裂看起來 大舊一點 還有一塊多士 好 接著看看這個鵪裂 這個鵪裂 給我的感覺是比較熟 可能不是我們吃開鵪裂 因為它收到你三元雞 打算煮得漂亮一點 不過煮得漂亮一點 是不是真的好吃一點 現在試一下 它比較 熟身一點 你看到都煎到不同顏色 另外火腿 數量相當之多 蘑菇 都是白蘑菇 小小的 就不是新鮮的 我猜 因為新鮮的應該大一點 除非煮了熟水 但是又不覺得 但是裡面 反起來 應該是有些 茄汁 你看到 顏色 全部都是茄汁 這個顏色 味道可以不可以呢 先試一試 加點蛋 看麵頭 每樣東西才有才行 感覺上 這個蛋 它的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喜歡番茄味 這個是更加有加分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以前我們吃開 普通的唇蛋 和火腿 這個就差一點 有些蘑菇 都能點絕 因為 質感 也有些不同 所以吃起來也挺好的 比我想像中 這個也算是好的 因為我看見這個 焦了 這個焦了 不是焦了 這個顏色 我覺得 是不是太熟了 好像吃火腿蛋 吃起來的感覺又不一樣 可能因為它真的加了一些 茄汁 令它多一點水分 吃起來也不錯 吃起來也挺好吃的 所以這個 三元雞 我覺得 也是可以接受的 嘗嘗 這個茄汁味 它又不會太濃烈 好 接著說說這個奶茶 我放了一會兒 你看到有什麼事出現了 面頭這塊 這個奶茶的膜 整塊 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應該用了糰脂奶 而且奶茶也夠熱 所以 就做到這個奶茶膜的效果 當然是攪拌它 這些茶漬 真的是港式奶茶 這是精髓 雖然不是道道 都是用糰脂奶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糰脂奶 這一間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因為其他地方有些 用了金茶黃的 未必是糰脂奶的 這間不知是用哪一種 看看顏色 顏色很漂亮 不知道你看這個畫面 是不是很漂亮 這裏 我看到 茶的 啡紅色 感覺上不是純啡色 應該挺濃烈的 味道 試試 好香的茶味 那些奶味都足夠了 你看到奶的顏色 就不會淡 即是它落舊的花奶 所以這個奶茶的味道 幾好 想喝漂亮的奶茶 這裏可以試一下 好了 開心的時光 過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付錢了 其實這一餐 我覺得 都值得 一個大通粉加多士一杯奶茶 就七個半 無論是餐肉也好 火腿也好 都是一樣價錢的 另外 牛筋腩這個河粉又多好吃 9.88元 不差 跟著就是這個沙爹牛肉米 我改了通粉 加個鵪列加個多士 它寫一個小字 可能份量小一點 價錢10.25元 都OK的 好了我選的餐茶 全部都是些基本東西 所以不需要特別加錢 總數34.24元 4個餐都OK的 加上HST 4.25元 之後就是38.69元 記住啦 給貼士 講開貼士 剛剛前陣子才聽明報說 他說 現在 很多的餐廳 不僅餐廳 快餐店 花圃 Clicklack的店 總之 收得你錢 都會盡量收你貼士 我覺得這些真的不是那麼make sense 當然 我們都知道生意難做的 但是 我們都難做的嘛 但是按著自己的 的 營餘也好 你的condition也好 你去給 都是OK的 特別如果在唐人譜 我覺得給10% 必然的 如果它服務OK 就是10% 如果服務好一點 就給多一點 有一些 硬寫了12 15 20 那些我就 不是那麼高興的 不高興 想 想不去 就不去 其實任何事 你都不要做得那麼準 凡事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別人 都要賺吃 總結來說 金泉餐廳 我覺得早餐 是可以來吃的 挺划算的 因為它一個 通粉 大的通粉 加多士加杯飲品 都是7.5 價錢來講 相當 相宜的 就算你想吃豪一點 做個好像我的沙爹牛肉米 鵪裂 再加多士 都是10元二紅 特別它的鵪裂 都花了點心機 喜不喜歡吃呢 一件事 我就覺得OK的 我接受的 挺好的 抵食的 如果你真的在附近 又想不到有什麼選擇 不妨來這裡試一下 好了 我是省家人 下次和你再找那些 正東西吃 拜拜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裏 請大家 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下次再見 拜拜